看我们的这个新秀 来 那我们先来公布我们上一周的Best Looking 最佳的新秀给到的是RW选手小浩 他在上一周RW是以2比1击败的苏宁 也以2比1击败了RA 拿到了自己下地赛的第一个MVP 那来看一下上周五个位置的一个最佳选手 分别我们选到的是上演的一个RNG 小虎以及威 威来守护者 是在上周RNG也是在昨天的比赛 关键的对上EDG的比赛 是以2比0拿到了自己队伍的一个四连胜 这边中路还有辅助是由FUNPLUS这边承报 再来看一下周最佳选手 这应该是连续两周的这个周最佳了 小虎 确实昨天这个祝国大战 大家应该也都看了 小虎觉得这赛期一直以来吧 都保持着一个稳定的一个发挥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 来看一下第七周也是倒数第三周了 就是剩下21个比赛日的时候 目前的一个积分形式 昨天EG的这个第11分是被RNG给终止 那RNG的5-5 现在小分也来到了一个正式分 但是因为目前已经有了11支队伍拿到了6分 所以RNG还要看后续的比赛 因为他们的以赛场子还是相对少的嘛 也就是说对于TD来说 他对于韩冰这个英雄的下路线的一个 也是比较了解的 应该也是非常了解的 好 最后看到了布丁 是补上了补助位置 这一招的一个冷却 大家可以配合明朗之靴 更多的利用自己的一个大招来打节奏 这局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期待 这个小鹏跟小浩 对吧 两个小自辈的一个打野的对局了 好 感谢现场两队粉丝的一个加油 然后看到出场的这个TD 好 两边的这个前期的一个散点 现在看起来没有一方要采取一个比较激进的入侵 打野现在是盲森单开 现在上路线来说 如果上路英雄去帮打野起这个buff的话 其实对于现在上路的生态来说 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对 而且这特别是这把是一个 诶 这边为什么色提的闪现是直接用掉的 在我们的紫画面上面可以在右下角看到 最后利用一把轰拳 那还是死了 是朱德张这里交了闪现以后 还是前期被包夹了 迷迹被蹲到了 那感觉这个其实还蛮伤的 是 主要是 不还好这个人头是给了打野 不定是落到了上半部来帮忙获取这个击杀 包了一波 感觉一级这个TT设计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之前应该也是参考了一些这个比赛的一些资料 这盘中路后级是没有选择去带一个进化 那这样的话等一下平举六级之后还是要小心一点 主要现在中路的TP也是特别的重要 是的 而且妖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楚的 就很常你被大刀定住的那个时候 你已经先会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 所以对面可能是得中野一起交散 招杀勾到 那这波战机只能补一个Q 下路对线 其实前面的话感觉TT下路不太舒服 因为如果说泰坦这边勾不到韩冰的话是打不窩的 韩冰的一个消耗距离还是比较多这么来的更远 而且像白T这种比较有经验的选手 他一般都会站在小兵后面 就不会给你那种职业能勾到我的一个距离 但RW现在比较伤的就是前妻因为色体 住的当这里很早的就交了自己的一个闪现 所以前面是不太敢去推线的 这盘感觉TT前妻的一个重心 就是有可能会放在就帮下路 3D去建立优势也有可能说 会去保护一下狼仙那个发育 甚至我觉得可以在这个闪现转好之前 有没有机会再来上路越一波 确实 特地是把自己的药给喝了 把自己的血量给回起来一点 因为这波兵线进来 如果他血量刚刚是就一半的话是比较危险的 看这波兵线是没有了 包含了防守眼卫也看到了小冯过来 这波应该是不会 TT不会执行一个月塔了 这两个人月塔的话 感觉这边朱特张是有操作的一个空间的 其实不是特别好 我觉得这波过来主要还是给一些压力吧 就如果主要是设计是没闪 所以我觉得是有概率成功 但也没囤线 对主要没小兵了 对刚刚狼型的这个蓝号也不太够了 就保一波推线就回家 而且因为小鹏是易血嘛 所以他刚刚这个回家是直接把铁赤鞭这个做出来 小鹏这边直接选来下路去蹲一下 因为现在毕竟野怪还没刷新嘛 应该是来做一个反蹲 这边感觉要上了 勾了一下勾到球球 但这个位置感觉没有杀的一个机会 球球还是比较肉的 是想逼一个闪 但是后面是Betty交了一口治疗 以后把球球的闪现也给保住 小鹏始终没有进到自己可以一技能上来 在无畏重锋的一个施法距离 主要球球这边应该也是说在等小鹏来交闪 就你交闪我给你换闪 下路这边尝试一波 最后是逼出了射手位寒冰的一个治疗 下路6G前其实还是不太好配合大家去做一个干个 6G之后的话就比较轻松了 但卡拉萨直接先手什么都很容易去 威胁到寒冰的一个安全 对 但最好还是线上先消耗一下 因为很大概率提提如果这个招式不是绕后过来的 他正面还是只能先激活雷欧娜 对 对吧 其实感觉两边对线的话都打得挺稳的 平分举色 对 各个线的一个补刀现在都是非常接近的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一下这个第一条霞虎先锋的一个争夺 这个争夺的话 我个人觉得RW这边可能会有力一点 但他们的先手目标也要打得非常干净利落 对吧 因为打先锋的那个时间 你体制中也是有大招的 是的 那一个造型跟一个冰女他有大招 都是有可能你集火失败然后来进行反打的 主要还是觉得这个色提在前期感觉打这种团战的一个作用 还是比格温要打 是 而且前面一级交的闪现已经赚好了 这波球球其实有点危险 冰女有6的 有6的 一技能过去直接交散了 不给你R技能的一个距离 但没有选择硬上主要也是看到盲森就在旁边 想了一下算了 那个位置 冰女得交闪现才能搭得到 对 然后他交闪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 打野也得交闪上来跟伤害 但这一波逼掉了来抢视野的一个球球的一个闪现以后 TT是直接当着RW的面 这龙坑里面的蓝色帮控制走位没有排 直接把第一条的小龙给控制 那这波中路和下路都没有限制 所以说RW也是果然放弃掉这条小龙 所以龙友是稍微往外拉 所以小浩如果下来的话 那大概率就算抢到了 他也是要交闪才能走的 是的 其实也没什么问题 主要确实感觉这个冰女打 腰肌的话其实前面挺舒服的 特别是打起来 在练到 估计从事一个换一锁链 只是打小浩 但冰女就是这个比较赖皮 你血量很低的时候也不怕腰肌 小浩也在后面做一个反蹲 看看这波杀谁 想指一下旁边的小龙 但没有指到 他只亮TP 蓝色方的一个TP 是中路的一个腰肌 在小龙先带走了一个球球 自己应该是被换掉了 小浩在后面是拿到了小龙的一个人头 在后面这边也来了 最后一下闪现A一下 没有A到反而是吃到了冰角 往这边叶的一个大主 直接钉到了两个人 最后是把太太给你炸以后 但是北里被被动炸了一下 最后叶拿到了一个Double kill 是的 还有一个被动 还能再炸一下 再打一个Q技能 小浩的血量是要300点 补了一个炮车赶紧溜 还好这边冰女是没拦了 那最后人头交换下来之后 还是这边TT要更转啊 是 Betty刚刚那个闪现最后带着 已经施放的那个Q技能的那下 平A没有把副头之毛自己给A死 是 主要这边还是追的有点太深了 而且这个位置太适合比你去发挥了 就这边闪现直接定了三个人 这波其实 这波第一时间他们选择是想来集火一下小鹏的这个造型的 但是球球一个指没有指到 是 不然的话 可能第一时间就能先把小鹏处理掉了 所以这太深了 冰女是T在河道的这个视野 然后竟然过来闪现一个W技能 他的一地的被动 带个假身算是碰到三个 有一个是假身 在镜头回来 TD在下半部这波三打三也变成中路 靠过来的四打四 获胜以后是直接想控上半部的一个先锋 小鹏过来 在这里好像不太敢去抢 其实自己的队友还比较远 是 但这样的话好像不太愿意放TD走 但TD选择主动先手 不停直接一个勾勾到 是一个妖姬 艾希一键射过来 这个位置感觉不错 所以抱进来 先收到这边日女的一个人头 有红拳 我突然红拳伤害打得很 竹带走一个WQ 但是总队长这边也是倒下了 竹带到倒下以后 贝利这里想要拉扯一下 回头点一下狼形 但是也没什么更多的伤害了 这个交换下来之后 TT又是转了一波 又是转了 人头是多转一个 然后又拿到了先锋 是 而且现在这个中野太肥了 这把赵姓以及 这个丽莎佐叶也跟小鹏 现在都是三颗人头 就主要是一开始 求说这个位置 吃伤害吃的时间还是太早 是 而且主要第一波 是相当于是个4打5嘛 艾希只是从远处支援了一件 小鹏这个大招并没有起到好的效果 而且确实这种团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个兵女的被动 嗯 就 你就算是两边打了个 比如说什么一换一二换二的话 很多时候你都只能跑 因为你不跑 被那个被动炸一下太痛了 比较可惜是 妖姬的技能刚刚是已经是 没有全技能 对吧 射体刚刚那个巨龙 其实妖姬是有个机会 打一个比较高的AOE的 是的 这把前期感觉小鹏 节奏还是非常好 嗯 一直主动在做时 因为之前有些局是那种 小鹏自己一个人非常肥 在列的这个点 因为他之前常玩瑞兹嘛 对吧 有些时候看到他的瑞兹不肥 然后中期TT就得 让瑞兹在边线去发育 对 其实很拖TT的这种 想要打进攻的这种节奏 这把这个局势 其实对于TT来说非常有利 嗯 这个阵容首先从后期能力的角度上来讲 我觉得因为有一个格温 其实是比AW这边要好一点的 然后再者就是说 现在也是优势嘛 手里还有条先锋 再加上一条土龙 但是我觉得 就TT之前的比赛 给他们留下的一个照片 就是说他们终结的比赛能力 其实是 没有那么稳定 是 两个队伍其实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RW最近在打I的那个BO3里面 是打出了一个比较教科世俗的一个滚雪球的打法 所以还是要看一下TT后续的一个运营吧 是 这个先锋到底怎么去用 但也同样的是考验了RW 就在前期劣势的时候 他们能不能像比较顶尖的队伍一样 把局势给稳住 是的 主要这把说前期没有针对到这边格温那个发育啊 那等一下格温等级起来之后 其实色体是打不过的 而且这波团 这波先锋团 其实RW我也同意 猫猴说就是这波团 其实应该是RW可以比较好的去打先手的 是的 但这波TT确实是率先落位了 人是先一步集合 而且先锋打完以后 RW想包 还是TT率先利用布丁这边去开先手 整体配合 今天感觉状态不错 下路这波其实是有放先锋的一个机会的 是 现在是把冰女也带过来 Betty是回家 但是下塔可能要被点掉很多的状态 这边照一下 但是没有照到对方的一个人啊 这个塔应该一头是撞不掉的 但这个血量很残 其实这三个人的话 防御塔现在会有一个非常高的状态 诱惑着这边RW人来守 TT其实越塔能力挺强的看一下 后续直接去转这条小龙 是 最后一层多 那TT也不弹 没有急得要把这个一血塔 额外的再加150的这个赏金给赚到 现在没有一个好的眼位 让这边朱德章可以TP啊 只能说踢到龙坑里面 是 狼宝是直接徒步赶往正面 算了 独层换小龙 那就是让朱德章这里一个人在上路吃了很多的独层 这把他其实经济上是领先狼宝比较多的 主要因为这波狼群是没有TP 他怕正面TT想打龙 对吧 他不在 然后被射体给留住 毕竟现在优势都在中野身上嘛 还是要围绕这两个人去打 那这波上路也是给朱德章吃掉了比较多的一个肚层啊 其实这个交换我觉得对RW来说也可以接受 就毕竟现在多给射体经济的话 他在这个中期打完 是有这种一软战局的一个能力的 是 而且他本来就是没有拿到先锋的那一方 对吧 所以以肚层的获取量来说 他能追平TT其实是赚的 是 他亏掉的就是后面这个龙的压力 对 所以说你看到现在经济 其实基本上是一个持平的状况 就上路现在 朱德章的领先是比较大的 是高于一千的 但是打野对于上野应该是可以差不多差不多抵消 这把TT这个中野确实打得不错 是 压制住了RW这边的一个发分 那就看下一条的先锋 以及RW这把看到的是一个封龙魂 以收益面来说也还行 TT的上野啊 但这个收益还是比较高的 感觉TT这里还是要继续围绕下路去打呀 就现在格文在上路 反正也很舒服 不用去管 早点去把下路这个一塔拆掉 因为看现在上路其实TT这个防御塔也是摇摇欲坠了嘛 如果说能早点把这个一血塔拿掉的话 就更早的把3B这个点解放出来 是 因为虽然说看到下路的这个防御塔镀成在小地图上是技术是2 但我们刚知道这个血量其实是一层再多一点点 是 这边直接是换线了 把双人组换到中路 也是可行的一个策略 但同样在14分钟前 刚刚Betty是找到一波TT换线 她在下路其实也是吃了一两层的镀成 是 这么两边前期经济还是咬得非常死 但TT还是有两条小龙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积累吧 防御塔镀成已经消失 提前来上班去做视野了 为下一条先锋做一个准备 那这条先锋要看Sandy能不能把 同样的把自己的不说的攻给补出来 换血换得很凶啊 因为两边都有踢嘛 所以真的要打这个先锋团 中单都还可以回家再踢到正面 是 这边感觉可能要B了 但腰机 虽然想得直接走路支援过来 这杜存树上反而还是RW来了领先 中路直接一键 但是有精灵球 收回去 命运呼唤把布丁给换回来 交换了一波射手位的大招 这场下午先锋之前把这个大招用了 虽然说也换到对面一个大招 但感觉RW还是要亏一点 是 因为布丁这波是有闪有表 对吧 就虽然失去了卡丽莎的一个大招 但是他还是有进场的一个安全性 一锋没中 这边打不到 打标记到了 没体直接交伞往后拉开 正面日元要反球球身在前排 扛一下 后续落后的是狼星跟叶 正面也是涉体的一个进场 迷处雷固定的一个精神 叶的枪也不见得给了自己一个大招 但是后面球球是先被小鹏给带走 这里面是血量很低 往右边闪现以后 这边朱德章也是没有被Sandy给杀掉 被动炸了一下 狼星的桑梁来了 放了 但是并没有命中 这边一个幻影锁链是练到了Sandy 但伤害还差了一点 是 包含了Betty这边 因为也没有闪的 所以刚刚即使是TT撤退的人 都是残血 他身上是有红巴 但没有闪现追击的一个可能 那这样的话 要不要利用这个时间 赶紧推一下这个中路 先锋也直接用了 一拿就直接用了 狼星一个人感觉有点守不住啊 不太敢去守 对 而且包含了后局现在的大招 是已经冷却好了 这波感觉主要是Sandy这个进场 实际抓不太好了 而且包含了TT 他一开始绕后的一个上中 是没有比较好的去针对到 已经被逼出闪现的一个Betty Betty他那个往后侧的一个位置 其实选的比较漂亮 是的 第一时间利用闪现直接拉开了 然后后续这边 还没有人能够威胁到他的一个输出位置 然后即使是小鹏在 这对面的包围下去 把鼓柱给换掉 但是这个交换一定是不划算的 对 看一下这波 这波狼星其实第一时间想进场 直接被这边小号一脚给踢走了 然后过去上来就是一个精神 你看所以这个进场 这波是打了四个 一眼才刚一的过来以后 就被朱德章找到了这波机会 这波其实完全是靠着他一个人把赢了这波团 他进去这个打了一波巨量的AOE Betty的走位也是很小心 因为刚刚他的盾弓是已经被触发了 是 感觉如果 去躲狼宝的最后一串 吃到这个三分大招的话 有可能会直接死 那个盾如果消了那个血量 是有可能被五分针直接给带走了 这里想开 但是又是小号蓝手一脚 化解了这波先手以后一个精神 魔法水晶剑过去 但是是打了一波中洞 有点尴尬 艾西的这个水晶剑 从五个人中间射了过去 是 踢踢的这个阵型保持相当好 散开 所有人就躲过了这一发魔法水晶剑 这波太坦大招也是用掉了 一拳的主动把龙拉出来先去打 看要不要接在下冰女 卡在一个侧面 这个位置其实是让阿达很难受 但是视野上面已经找到了 艾的一个立上桌的一个位置 这边风过到的是射击反走拽回来 但是有一个命运的呼唤 冰女进场都能听到的非常多人 除了杯体一万人 全部都在自己 先被秒掉了 是 但这边出的状况呢非常好 弘权先轰死一个 再抱一下一个可雪 再收一个人 自己虽然倒了 但给队友争取了很多时间 但后一这边 杯体还在输出 意思是远踩回了一口 没有倒 而且龙还喷了一下 把杯体的一个蹲蹲给喷出来 狼行急着他的一个剪刀 现在有四成的一个被动 所以杯体不敢再战 最后TT是这波团打赢了 一波血战 以三换式 拿到了自己的第三条小龙 现在龙魂已经停牌 感觉现在RW这个阵容的一个 短板就体现出来 就是他有一点缺输出 你看到他团战里的输出 基本上都是依靠这个射击去打 就虽然叶这里是被秒掉了 对吧 但妖姬这一波 是不是伤害也没有打出来呢 嗯 妖姬这波好像就被开了吧 刚才注意看一下 被定 对 这边妖姬是直接被开到了 然后分身是回头踩过去 但这个踩的伤害 并没有给到后面的Sandy 对 这波其实又是朱德章一个人进场 收掉了对方两个人 是 但狼行在这一波打完 打到残局的时候 他的血量还非常健康 而且刚好这口凯旋啊 救了小鹏的命 上路又来了 尝试抓一下掰体 这边W走位扭掉 后续应该不太好追了 但这边A7 减速到这边也 也只能打自己 只能打自己 回一口血量 在这个位置感觉走不掉了 多一点时间 以及被黏住了 球球也支援过来了 跟Forge这边一个链子 没有练到啊 那比较可惜 但狼行这一把 是后期TT一个比较大的保障 虽然经济现在是TT的略为落后 对吧 但是目前狼宝是一个4-0-4的一个战绩哦 是 其实也不太重要嘛 这个经济 这把 说实话 狼宝这个发育 它是完全能够在后期去接完比赛的 那射手位在 Betty是在团战里面 获取了比较多的击杀 等级上面略有领先 我们现在也是给到了 1900的一个 经济跟装备的一个领先的对比图 其实在这种局势里 就这种两面AT 就是完全就是工具人 就打团就是帮队友提供一些控制 但左边这里的射手 其实还是挺重要的 就这边如果RW的Betty 因为他现在是没有进化 没有水银的 对吧 就他被夜给开到 如果寒冰秒的话 那R8对这个阵容 其实伤害是非常欠缺的 是 而且他这把确实 Betty的发育还不错 主要也是因为这把Forge 其实这个腰肌前肌 没有太多声音 现在装备也不好 他现在其实在边路 遇到利桑卓 感觉也打不太过 说实话 还不能把这个兵线直接压到 利桑卓手的这个内塔前面 是的 而且现在对RW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 这个小龙的一个压力 就蜂龙待会再过两分钟 两边又要打一波架 嗯 这把其实TT这个蜂龙盆收益很高 感觉狼宝到后面 可以飘逸起来 追着减 对 而且你要想他这个 就一个减速一个加速 对吧 对 相对运动嘛 取决起飞了 等于硬控是吧 这好减格温的那个减速是相同目标 后续是有递减的啊 不是一直维持那个初始的最大减速量 直接给人定住了是吧 对 变成现在那个挺进了 韩冰说我不是才是风筝王吗 你才是韩冰射手 来 你卸过来想抢 你有抢到吗 TT应该还是要等一下这个小龙吧 因为他这个阵容说实话 现在去打大龙 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现在局势上来说 其实还是一个军事 如果说不考虑这三条龙的话 感觉下一条龙其实也是RW 最后的一个机会了 如果说这条龙没有拿到的话 其实这把就已经很难玩了 是但我觉得就是 现在对于RW来说 就是打团这个正面 其实他们刚刚处理 像是夜的那波进场 其实已经进的相当不错 但处理的也还行 但问题就是格温对他们来说 现在是一个比较头疼的点 对 而且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每一波夜进场 这边就朱德章进场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人能跟他的 对 就腰机必须 要不然就是腰机必须 先扣一下自己的一个技能 自己的走位也要比较小心 不能在就是朱德章进场之前 他先把自己的一段DW给用掉了 那他就没办法留两段的搭 就进去打AOE了 所以说其实他们现在 对于团战的一个思路来说 是会有一点混乱 因为他们现在团战不清楚 自己是应该是去杀对面后排 还是说保着这边掰提去打 对 我觉得他们的阵容 其实比较重要的是 先抱团先抓一波机会 这样子腰机才有比较好的 发挥空间 就你指的就是先集火掉对面一个人 对 或者是比如说他先有机会 让腰机打残一个 然后等腰机的大招嘛 因为毕竟 估计重施这个技能的 滴滴冷却是很短的 看现在这边TT这个 秒表金身都出来了 这容错拉满 包括说这边桑姆蒂 其实他是带了一个进化嘛 其实也不怕你来开我 两边辅助都是要往金身走 现在 这一波团体辅助是最危险的 是 有可能团队都是先固犯辅助 先勾一下 勾到的是射体 后续下来想打一套 后续这边状态不是很好啊 对 反而他Poke布丁 好像布丁掉的血 还没有他掉的多 他打人不痛啊 嗯 而且他这边绕后 刚好巧了 也碰到一个绕后的 两边中单都想绕后 正面都可以直接打先手 是 看看狼行这边的一个位置 应该要准备一过墙了 在这边卡一下 这个位置是没有看到狼宝的 狼宝直接从后一屠路 但是球球这边直接把他给定住 但是在有地场的一个保护 背体第一时间的出租是无效的 QE上来再一段大招 把背体起来压得很低 但是盲森捕上一脚 进场的一个总队长 是已经先被处理掉了 出这招倒下一个小红 找到一个机会 不会重逢过去 直接杀掉了两个人 杀掉了寒冰以及盲森 拿到了一个Double Kill 那这样的话有机会 TD是龙魂拿下再往大龙坑去走 是的 因为正面现在是一个没有检员的情况 感觉这边RW 没有人能够阻止TD去拿下这条大龙 这又是寒冰射手遇到一个格温的难处 这又是寒冰射手遇到一个格温的难处 就是我要不要走到那个立场里呢 我的射距其实是比较长的 对吧 用来马但是我如果走进去 真的就进到了对面 格温QE我的距离 我优势就没有了 对 那这样的话 这条大龙拿下来 其实对RW来说就比较难了 因为包含了小浩 都是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格温 已经贴到了Betty脸上的时候 他必须去结尾 这波其实也有点没办法说实话 这个位置打起来 就不太可能会赢 这个位置主要狼行一个绕后 然后直接吸引住对面三个人的注意力 而且他又很能打 而且他身上有个精神 你看这个伤害 包括说RW的配合上也出现了一些失误 这个摩巴水仪剑没中 不然说如果说这波能够第一时间秒掉狼行的话 其实还有那么一些 对 因为两边的上单其实是属于互冲的情况 然后剩下的四名队员 RW这里是Forge 跟着正面的射体想进去打一波 对吧 跟着朱德章进去想去打一波 两边上单都打得很好 这波朱德章这个团战又是 比较好的一个发挥 但问题就是这个格温撑得太久了 因为狼宝的第二剑就已经直接 住了一个中下沙漏 大龙已经拿下来 现在是TT的一个进攻回合 两边的中路外塔 现在是TT 有机会把外塔也推下来 有点轻不动这个兵线RW 而且很无问题 这边没有选择去做一个分带 直接五个人抱团来推中 但这样的话推进的效率是非常低的 但我觉得这也是类似RW在打A的那种打法 就是队伍现在可能在中后期的运营 没有那么的强 对吧 不像一个强队滴水不漏 所以我选择这种收益可能没有那么高 但是相对风险也更低的这种进攻策略 是但我觉得还是要去稍微还是要带一下 其实现在最好是让有TP的一个兵女去带 而且兵女去带的话也比较安全 而且你要开我我还可以拖很久的时间 你看这波其实TT这个运营就很到位 就兵女一个人在中路一站 然后我其他四个人直接转到下路 是他们是抱团先拿中外塔 然后现在留兵女一个人放中 剩下的TT是跟随的朗宝带着这波线下来 四个人转拿内塔 那现在难题就给到RW了 必须要来开团了 因为不开团的话 这样一直分带其实他们是吃不消的 主要现在 我觉得Forge这把的发育还是比较差 对吧 他虽然补刀是还不错 230刀 但是自己 这波对面大龙前推 他没有关键的一个虚空 小朋友大招被逼了出来 但是也没有后续了 是 那这样的话应该撤了 拆了三座塔 一个球球直接大到了 然后腰机过来打了一波输出 这把其实TT如果不浪的话已经很稳了 嗯 这小鹏的装备好好豪华呀 你看这三件套 对吧 他已经可以考虑出西兰刀了 然后朗宝这个发育感觉 轻入到团战里面 一个打两个应该是轻轻松松 是 而且前面朱德章的装备领先 在这几波RW的失利过后 现在装备是已经被返超 而且他的装备有点停滞了 对 就他两件套加一个大腰带已经很久了 后续我觉得只能说看这边 Betty的这个水晶剑能不能立个弓吧 就是有那种超远距离开到 然后去抓一下 就晕圈时长比较长 然后朗宝那种 他没有反应出W 有没有机会就是腰机盲身进去 直接把他秒 是的 因为现在目前来看的话 就TT这种稳健的一个运营风格的话 其实正面是不会给到你太多机会的 嗯 只能靠这种 就出其不意的这种开团方式 是 就Betty的装备还是不错 有三件套 但这一把其实韩冰打到了将近三十分钟的游戏 面对一个发育非常好的隔温 他的输出环境是非常堪忧的 除了当这个装备是不是想出厌恨锁 嗯 应该是 后面补个蓝烧宝石直接合了 然后大概率应该就直接绑隔温了 他现在扛不住隔温的一个输出 但其实现在照性伤害也很高 小红装备也巨豪华 虚空出来以后这个Poke终于有赶了 对吧 一套是把小鹏的半条血量给打掉 远方无人机照过来 TT这波也不浪啊 因为目前现在没有地图的资源去争夺 下一条 下条甚至史诗野怪是远古巨龙 对这阵容手太短了 其实还是要等下小龙和远古龙和大龙 嗯 他们这阵容要推塔的话 没有大龙就得越了 就得让比你进去控然后卖 主要TT现在每一场胜利都来自第一 是的 就是拿到优势局了 肯定要稳上加稳 就他们现在打了11把BO3 目前也紧赢了4把的小局嘛 对吧 这其中是包含了一个2比0B5 这赛季其实TT有很多那种就是优势局 但是没赢下来 比较可惜吧 嗯 我记得之前有一场那个 呃 那场打LNG的是TT嘛 就是 对 艾康那个子拉斯 对前面前面打的 就是那个也是小鹏前面各种杀嘛 嗯 那场也是非常可惜 我觉得还有还有好几局记不太清了 主要他们的阵容面有些时候选的 确实也比较拼 就每次就差那么一口气 嗯 我是觉得这个版本能打强进攻节奏的队伍 其实就是特别强 就是说我说 对线起说15分钟前的进攻节奏 其实是比较少的 嗯 就你包含看到了现在主进攻的几个队伍 呃 这个LCK的农青 对吧 对 然后 呃 TOP 绝对也是主打进攻的 但他们的进攻节奏会比较落在中期 包含多多像RNG这种卡牌的节奏 也是要到20几分钟来发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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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包括说他们之前这个 呃 前分析师嘛 也是说就是TT这个前15分钟 还是打的这个 比较有章法 嗯 现在再再看看 对吧 但估计的眼眶已经 就是还得累了 就看这波远古巨龙怎么说 正面直接先打起来 辅助互换了一波控制 球球明显知道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小鹏已经挂上了印记 Forge绕过来 但是直接的夜找到 被逮到了 完了这边直接被秒了 直接闪现W技能 挑背起来以后 被动并没有办法救出 Forge 哇 这边狼宝要留人了 大刀直接给减速 日夜要版想尝试做一下解围 过来减杯滴滴滴 交了一个闪现 被最后一段打穿到残血 走不掉了呀 这边狼宝孤军深入 一个人追着三个人在减 是一打散 已经先杀了一个寒冰 这边是射体过来找狼宝了 最后一个探位观资 抱过去 但狼宝的血量还注意 有金身 最后这把轰拳被金身 给规避掉以后 Sandy跟上拿下了 出了账的一个人头 疯狂操作 只剩下一个球球啊 不需要打圆骨龙了呀 清不掉兵 直接一波了 那应该是没有悬念了 是的 我们应该可以提前恭喜 TT语英 在今天面对RW的比赛里面 去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一个胜利 恭喜TT 球球这边过来拖时间 但是TT语英 这边也很稳 不用被雷欧娜吸引太多的一个注意力 只要把基地主宝给退掉 就可以获取这把比赛的一个胜利 恭喜TT 那你觉得这把MVP给到谁啊 这把吗 终于也必要给一个吧 我的话可能会给小鹏 嗯 当然后面狼宝的发挥是很亮眼 但我觉得 呃 就是前面能拿到这么好的一个局势 包括你看这把就是 呃 为什么没有给到RW去 但 这RW去